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指派给他的角色都是坏人配角 色魔也演了很多次了 其实在娱乐圈这个地方 除了高君贤 其他的香港先生又到了哪里去了呢 现在我们去看看他们发展的怎么样了 高君贤是第一届的香港先生冠军 随后签约无限 不过在人才辈出的香港演艺圈却无法出头 而他在无限工作了9年 只得25000的月薪 之后他还被发现当洗车工维持生计 他在不久前终于离开无限了 到中国发展 黄长发是黄长星的弟弟 他大多数在剧集里当配角和跑龙套 没办法出位 之后他宣布半推出娱乐圈 听说他现在已经转行做会计师了 相较于其他的冠军 袁伟豪总算是曝光率高 特别是他在Encore 36系列 逐渐给他打响名声 原来他早在98-04年 曾经参与电影演出 之后渐渐的转为幕后 直到凭着07年参加香港先生一举夺魁 再次踏足演艺圈 许佳节以黑马姿态赢得香港先生美誉 2011年受邀参加湖南卫视的舞动奇迹 获得季军被中国观众所熟知 近日日播中的使徒行者 许佳节除了有份饰演 严于Cobi的经济 其实他也做了沈正轩的替身 这些海选出来的俊男美女 本以为会飞上枝头 成为艺人之后看似表面风光 但其实能暖四肢 不去做多几分part time 可能会饿死呢 在娱乐圈如果要成功出头 天时地利人和 绝对是缺一不可的